青團高雄每年在四季二專 通意立法測驗大庫進行 都會安排高一、高二的學生 到五三國班去送包子 立道高跟馬掌 就讓他們可以包高中 金鳳提名 青團高雄要比亞的學生 在四月三十五、五月一號 連三兩天 參加四季二專通意立法測驗 好好在要在庫期進行 安排好好高一、高二的學生 領導時間到五三國班 去送包子、百餐、二十五 就讓高三的學生報高中 被祝福的這個高三同學 其實他們已經做過兩次這樣活動 也就是說他們在高一的時候 他們也有參與這樣的報高中活動 那高二的時候 他們也有參加過一次報高中活動 那現在他們參加過兩次之後 第三次是他們坐在底下 接受那個祝福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傳承的活動 也是一個同學們很喜歡的一個活動 這次我當中 除了晉三以外 高麗學生又相待很好 當時也帶來一段烈心舞蹈 為學長借加油 他們的代校成績都很好 所以會希望他們可以金榜提名 能夠考上很好的大學 也是我們能夠學習的榜樣 就覺得還蠻感動的 就是因為我們之前是祝福學長姐 然後現在是換我們被祝福 所以這種感覺就很特別 而且又快畢業了 所以而且就是在生 就是已經陪伴三年的同學 就是要這樣離開了 就是分開 就是有點不捨 打過雲心的沉通 他學習很好 好好希望讓高山的核心 每一個人都可以 構思順利 金榜提名 記者送給電話 三中採訪報導